今天来码头这头 海里那灯全是人 咱们一直往里走 你们说是底下这个痕迹 有没有图 猴眼罗 刚说有没有东西 我们一般平口来这头 这个码头这头 主要这边平时人太多了 我想过来给他们促热的 这水正往下退呢 今天到这头 其实没想着抓拉罗 但是发现这个情况吧 你说把这怎么弄 如果发现有窝了 还是得夹挡吧 咱们今天带点山气 扔点扔点 观察一下这块地形 整体 这在缝里面这怎么弄 都在缝里 咱们应该挑那种 比较好下手 比较好下手的 比较好下手的 就譬如这种 哎 这么多藤壶呀 那时候都长藤壶上了 光看这里面海瓜楼好像长大了 地上这些 特别多 大家你知道吗 有时候吧 不找啥 就偏来啥 看有多少 看有多少 这个时候就是接着神器的时候 其实我从来没在这一块 抓过拉罗 我是想过来抓螃蟹 钉大海楼 哎 看这个洞 只有我能进来 穿着全身水库 他们只能在外围活动 到时候不说确实很多呀 这 再摸一下 水还没退下去 我觉得有必要 给大家看一下 看哦 这都是螃蟹 哎 晚上还不跑 不过那种是石头蟹 就是小 它那个屏中小 我们平时不抓那个 太小了 这底下 抽烟 抽烟看看 可以直接下网 哎呀 那摸不知道 一摸吓一跳 研究一下路线 啊 你准备跑呀 你别跑了 哎 我的头 哎 哎 哎 这个水太深了 地球不是特别了解 试探 试探 试探一下 咱们一会儿 得在这找一下法 水没下去 问题不大 哎 等一下哦 喂 在这儿 在这儿 别把手电筒掉水里 大家仔细看 不知道能看见吗 眼神可以吧 看着别的不香 看着别的不香 都还都是没有问题 你知道这水里啊 水里这螃蟹 真的在到处飞呀 梭子 太多了 我看见 看看 哎呀 哎呀 我就去 到了 我先拿 我的桶 桶有点软 估计大家是看不见 拿起来就看见了 这块水确实有点太深了 看不到地 到往到往 情况来了 找了一大圈 对了 给大家看一下 海瓜籽啊 其实最近已经长很大了 最近就可以来搞它们了 为什么这块有大海螺 这海螺吃这海瓜籽 我感觉 这应该 也是一个 就在这 哎呀 这水有点空 哎哎 吸的上 哎呦 闻闻闻 我们在深水里面 看这个 嗯 咱们跑这儿来 我看能捞走了 哇 踏梭子 嘿嘿 你这不啥叫 灰梭吗 它一般不怎么隐藏 它就喜欢在水里到处的灰 你得找条路到对面的石头上去 我都不知道刚从哪过来的 到处都是水 我的头灯先放进去 海螺 嘿嘿 那海螺 梭子 最近我感觉梭子上来了 没事可以经常到码头这份 还行 它是不是上船呢 大家听到拖拉机 它其实是从海里拉着船回来的 走 大家要持续 很关注小妞啊 好 这边 好